当习武的意见修仙的 会碰撞出什么火花呢 你瞧 南侠展昭在法王面前不堪一提啊 直接被怼的丝花带闪电 一阵的夺走 不仅如此还被法王给控制了 双眼冒金星的展昭呢 是牛逼克拉斯 直接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都给祸祸掉了 公孙侧气的嗷嗷直叫 上去就向姚展昭几口出出气 结果被展昭一脚给踹到十里海外 这边正在逃难的包拯 一听四大猛将被展昭给团灭了 那是气得连瞬间变得乌黑乌黑的 同样是修仙的小师妹就说了 包大人不必担心 我向地府找他们去 在走之前 先给包拯他们弄个大白散照 以免法王他们把包拯也给活活了 并且叮嘱白玉堂 看好包大人的本命七星灯 谁知小师妹前脚刚走 法王他们火急火燎的就杀来了 直接法王咒语一面 轰的一下 直接把大白散照给怼冒烟锤子了 阴曹地府 小师妹在重轨当中 也找到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的魂魄 但是要带走他们 还必须得到鬼王中奎的应允 小师妹大喊一声 第四宫请祖师爷法身一件 只听彪的一声响 中奎带着无鬼就出现了 既然是中奎出场 那必须要扭上一小段 五也跳完了 开始办正事了 小师妹就把人间发生的事情 叙述了一遍 中奎一听千年人身亡 大吃一惊了 人间 展昭正提着他的大宝剑 慢慢地走向包拯 展护卫 本府命你放下宝剑 被控制的展昭哪管这些 依旧是提着宝剑 慢慢地靠向他们 包拯剑展昭不听命令 大喝一声 御前四品带刀 护卫展昭听令 本府命你放下刀剑 大胆展昭 武逆犯上 该当何罪 法王一声命令 给我杀 展昭提着剑就戳了过去 说实时 那是快 婉儿的翅膀给抵挡住了 但是自己也却受了伤 与此同时 包拯的七星灯也灭了一盏 白玉堂还纳闷呢 咋回事 怎么会这样呢 这便六亲不认的展昭也毫不客气 提着大宝剑 阿扑刺一下 就给包拯来了一剑 这下完犊子了 包拯的本命七星灯瞬间灭完了 法王高兴坏了 继续给我杀 这时白玉堂飞升而出 两人霹雳啪啦的就是一顿灶 被魔化的展昭金飞细笔 用剑一指 直接给白玉堂来了两个霹雳蛋 白玉堂还是挺勇猛的 上去就给展昭来了两个大逼斗子 展昭也不吃亏 一个少林金刚腿给踹在了他的腰子上 随即 又赠送一个窜天后 一阵的砰砰砰砰 小白同志就倒地不起了 地府这边小师妹还正向中奎禀报详情 一扭头面如逆子的白玉堂 也来地府报到了 还没来得及问咋回事呢 包拯也霸气地登场了 中奎赶紧打招呼 闻取兴君 包拯回礼 鬼王中奎久违了 中奎恶狠狠地说道 那法王国真是无法无天 本座给过他机会 有劳鬼王替天行道 扫荡群魔 既然来活了 那就接吧 中奎听令 随本座结婚怀养 替天行道 扫荡群魔 随本座结婚怀养 欧阳姑娘 开盗引路 阏差一扫荡群魔 转发一扫荡群魔 转发一扫荡群魔 差一扫荡群魔 你不是包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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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可不得了了 重鬼对群妖 那是打得天旋地转 冒起狼烟的 反正对死又没事 那都是卯足了劲 使劲得糟啊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小妖们都被怼成了渣渣灰 最为亮眼的还要数展昭 那简直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五个小鬼连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好在白玉堂搞偷袭 扳回一局 结果法王用手一指 展昭瞬间又满血复活了 这下可不得了了 展昭就像是牛犊子一样 随便一扫 把五个小鬼都干冒烟锤子 小师妹看得这么猛 赶紧起身飞起 长袖一甩就拉跑了他的大宝剑 情况危急 现在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 只见法王直射斩招 中魁见状 腾空而起 噼里啪啦的一招就拦住了他 法王很有个性 他还想跟中魁比划比划 结果下一秒被中魁轻而易举地给破了功 包拯上怼天 下怼地 狠起来了连自己都怼 但是这一次他却怼不了法王 按照法王的话就是我又没有杀人 你凭什么扎我呢 包拯也很无奈 不得不秉公处理 盼他发配边疆服役十年 法王对这个判决很满意 那是哈哈大笑 藐视在场的所有人 就在这时 庞太师捧着圣旨杀来了 圣上有旨 人犯暂且留他 圣旨的大致意思就是 罪犯借怪力扰乱朝纲 使邪术为祸生灵 为道不仁 罪该万死 为正法计 为道民风 杀无赦 法王一脸的猛逼呀 你竟然出卖我 庞太师拿圣旨做挡箭牌 这可与我无关呢 法王气得咬牙切齿 你为了除去包拯 拉我下水 还没等法王把话说完 闭上你的嘴 死到临头 还邪口喷人 来人啊 狗头炸此后 你以为法王就这样被狗头炸了 虽然法王被破了过 但是正脱掉个手链 那是毛毛雨了 庞太师变脸比翻书还快 赶紧求饶法王饶命了 就在这时 小师妹一个闪现就出现了 罚处一扔 正中把心 庞太师逮住机会了 快找 自作孽 不可活 你认为法王下到地府 会受到什么惩罚呢 欢迎评论你的想法 好了没有了 喜欢大牙的朋友 记得关注转发 咱们下期见